今天我们的两题当中 第一题讲到台湾的疫情的现况 特别讲到了快筛 接下来这题我们要好好的谈谈疫苗 因为对于台湾的防疫来讲 最重要的开玩笑三件事哪三件 就是疫苗疫苗疫苗 没有什么比疫苗更重要的 但是到台湾此刻为止 疫苗奇缺无比 最近才刚来了40万剂 所以我们总共只有71万剂 很少是不是台湾2300万人 而且一人是要打两剂 那所以就顶多1%多一点 一人是要打两剂不是打一剂 另外呢大家还是有点沮丧 因为讲了半天还是只有AZ 就只有AZ 无奈 我昨天特别看了在今年年初 当时陈时中团队发布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很漂亮 就告诉大家呢 我们跟这个COVAX采购了多少 AZ 我们跟AZ厂商采购了1000万剂 跟COVAX500多万剂 然后我们还有Moderna 还有500多万剂 我们台湾厂商还有1000万剂 它的表格时间也画得很清楚 大概都在5到6月份会到达 现在已经5月下旬了 对啊 好 那么说呢 现在接下来Moderna呢 大概会在6月到 但是现在呢距离6月 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称 一个大问题 而且到多少 1剂 还是100万剂 还是1000万剂 它是说是500万剂 6月500万剂 6月500万剂 但是重点是你要称到6月 要先能够称到6月 在6月之前最可怕的就是 负压病房不够 然后现在它又不肯建方舱医院 其实我们的负压病房的密度 比日本还高 比美国还高 但是日本的问题大家就看到了 日本的这个医疗动能很高 日本的医疗品质也很好 但是日本现在怎么样 日本很惨呢 记不记得大阪那时候 三四百人在这个医院门口排队 没有办法有这个病床 台湾现在呢 疫情才爆发三天 我们的负压病房已经吃紧了 那么柯文哲因为他是医学专业 他也非常的愤怒 因为台北市我们看到很多 他的医院的体系很分杂 有些是属于台北市政府馆 有些是属于陈时中团队馆 所以陈时中团队的那个体系 不太愿意把病房交出来 不支持 但是柯文哲比较强硬 他这两天在清理病房 所以我们回到疫苗的部分 我们来谈一谈 我特别看到这个绿云大佬林卓水 林卓水呢最近 林卓水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理想主义分子 虽然占到了绿云这一幕 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 似乎在某些政策上 跟绿云是渐走渐远 那么他对于这个疫苗的采购 就极度不满 他就冷嘲热讽的说呢 买到现在 我们的疫苗竟然全部都 还是来自COVAX 大部分都是这边来 你之前不是说你跟厂商 关系很好 不是跟美国关系很好啊 他说采购的内幕太惊吓 连他都被吓到 因为经过这一年 该签的约不是该执行了吗 钱也已经付了啊 你总该交货啊 柯文哲更讲到一个 戳到了台湾心里面的痛处 那就是蔡英文团队说 我们跟美国关系很好 是史上最好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 美国连一剂疫苗 都没有支援台湾 美国为什么会支援呢 美国本来就是 一直是为父不仁 美国现在已经 我们一般估计 美国大概到七月的时候 七月它会有三亿剂过剩 到七月 现在是五月 现在就已经有 五千多万剂过剩了 堆在仓库里面 然后没有用 然后一般估计 累积到七月的时候 会有三亿剂 好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从过去买疫苗 买了现在的疫苗 还买了未来的疫苗 所以它总共买了 几亿剂 您猜 我知道 美国三亿人呢 总共囤积了26亿剂 26亿耶 所以它把未来的疫苗 也都全部几乎满掉了 亦然可以将近打七剂 这个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反正我就是先把它囤居垄断 这个有没有像在战争 发这个战争财 或者是发灾难财 我听到这个国家办发言人 这个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有感的 他说这叫做猪门酒肉臭 对 这个真的 我觉得这句话形容得太好了 我们也有把它 我刚刚讲的一句话 叫做为父不仁 也就是说你发这种人类的灾难财 你把这样的一个疫苗 整个囤积在手中 囤积在手中了以后 然后呢你再代价而沽吗 就是说看谁向你俯首称臣 你就施舍他一点 然后再卖高价赚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一个国家可以掌控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疫苗 而他的人口就三亿多人 然后让无数的贫穷的国家 陷入绝望之中 让台湾这种每天 对你俯首称臣的 已经连一点尊严都没有的 你所谓的最忠实可靠的友邦 或是最忠实可靠的朋友 你到目前为止 也不肯施舍给 这个每天给你摇尾起连的 民进党蔡英文们 你不觉得 蔡英文民进党们 有没有活得很悲哀 我都觉得真的是 又既悲哀又可怜 但这个疫苗呢 确实是台湾此刻最需要的 在我看来 病毒不分蓝绿 这个疫苗也不分蓝绿 只要有效 只要安全就是好疫苗 当然台湾呢 我们看到像是金门 还有这个马祖县长 都期待 是不是能够从大陆那边 引进疫苗 赶快来施打 打疫苗是最迫切的 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已经要解封了 因为疫苗打下去之后呢 整个这个病亡率大幅降低 美国也是一样 病亡率现在降到了新低 每天的确诊 有一些州呢 现在都只有十位数 个位数 然后死亡现在是归零了 所以这个疫苗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 这个白宫的顾问 他是白宫的一个防疫顾问 他就出来喊话 因为他的儿子呢 自己染疫 虽然康复了 但是现在还是呼吸困难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像台湾可能就是很多人不当回事 觉得说没关系啊 得一下就跟流感一样 反而有抗体 但是我接触到的很多医学专家就说呢 他会留下一些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很麻烦 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疾病 他不知道会跑到你哪个器官 典型的就是呼吸困难 但是也有的时候是对男性的生殖功能 造成一些影响等等之类的 目前也有一些文献有显示出来 对 所以他的副作用很难料 所以此刻对台湾来讲 拿到疫苗真的非常的迫切 但是另一头我们台湾有台湾自产的疫苗 台湾自产的疫苗你记不记得 在这疫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蔡英文团队就说我们台湾不要怕 我们台湾有口罩台湾队 口罩台湾队 那还有疫苗台湾队 什么都是台湾队这样子 那我们的疫苗台湾队有的话很好啊 赶快出来 但是重点在于 就要进入三期人体实验有困难 因为台湾之前的确诊数很少 没有办法三期人体实验嘛 二期都没有做完 所以现在呢蔡英文已经公开宣称 台湾的疫苗七月要上市 他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 因为如果说一个疫苗 三期没有做完 二期没有走完 它可以施打吗 不可以啦 我们有一些医生 很有良知的医生已经站出来 说不能打了 因为这个打还没有做临床的 没有科学数据 然后没有临床 没有科学数据 你怎么能够施打 因为他说实验室的药 不能够用来施打 因为他有风险了 而且他的有效性也不知道 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是反对施打的 你想想看 在台湾总算还有这些有良知 有血性的医生 他们感冒被诊宿的风险 他们跳出来说不可以施打 因为它是实验室的药 它还不是大数据的 普遍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药 所以数据不够多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 也都不知道 这样的情形就贸然施打 是不对的 所以我都有点好奇 当初这个陈世忠 还有苏贞昌 他不是去打AZ疫苗吗 他们躲起来到底是打还是没打 但是那时候蔡英文没有打 那么据说说法是蔡英文 要把他的珍贵的手臂 留给台湾的自产疫苗 但是我又觉得赖老师 我又觉得赖老师你太善良 你又抓错重点 因为大家看到了 这个台湾自产的疫苗 看到恐怕不是对人的安不安全 看到的是它的股价 对 它的股价已经 一飞冲天了 这个数字呢 我看到这几个月的数字 是这样平的 然后突然天 整个飞天 还包括最近台湾有个中药 清关一号 我要跟特别是 如果线上有大陆朋友的话 要跟大陆朋友们说明一下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中药 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也非常的站在世界的前面 那么台湾像我曾经带我小孩 以前到上海去看世博 小孩一落地上海就发高烧 所以当时赶快找了医生医院看 那我就很清楚的记得 拿回来的药中西合并 中西合并科学中药 这个吃下去效果也蛮好 但是说实话在台湾的中西 比较精畏分明 就是在台湾基本上不太有 这个中西医合并 然后一起来治疗的这个概念 那么台湾的比较是尊崇西医 中医虽然台湾很多很多的民众 还是非常的仰仗 但是以官方的系统来讲 还是往西医的方向走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讯息 台湾的这个卫福部呢 现在迅速的给予 这个中药清关一号紧急授权 当然清关一号我们看到它的成分 其实跟大陆这些 我觉得还蛮像的 成分是蛮像 当然我不是要批评这个药 我这个药有效的话非常好 而且我也自己有时候也吃点中药 我也蛮喜欢中药的 但是我有趣的是 卫福部的中医药司呢 发了一个新闻稿 这个有一句我就注意到了 他说呢今年4月因应立委的期待 所以他现在给了这个药紧急授权 而且非常罕见的呢 我们看到是在陈时中的记者会上当中 很高调的发布了这支中药的紧急授权 当然这支中药呢 过去其实台湾没有卖 因为台湾还不准 所以他就卖到了欧美等等 那么当然药方厂商的宣称是说 欧美卖的不错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陈时中那天比较罕见的 因为在台湾疫情飙涨的同时 他宣布了卫福部给予 这支中药的紧急授权 然后呢在这个卫福部中医药司的新闻稿里面 我又看到了一个一句话叫做 因应立委的期待 这个我们从事新闻工作 你就不得不多联想一下 因应立委的期待 所以是哪几位立委关切这一款中药呢 这个值得去政管会要不要去追查一下 对 不过在这个陈时中的背书之下 我相信他如果这个股价各方面 应该是会采取的 就不知道背后会不会有一些 这种灾难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做 好 所以这个讯息呢我抛出来 我们之后再来看一下 到底情况如何 我相信以台湾新闻界的追踪能力 可能在两三个月会爆出更多的内幕 但我再次强调我并不是否认 这个药的一个功效或是能力 好 那么我们还再次回到疫苗 我们想也讲一下全球疫苗的状况 当然这个美国疫苗大国啦 很充裕 所以他们现在打疫苗都是免费的 不但他们自己的国民免费 然后入境的观光课学生也通通都免费 甚至过境也帮忙打 另外呢像俄亥俄州他也推出了打疫苗 抽百万美金大奖 百万美金啊 鼓励大家来打疫苗 还有些州呢推出打疫苗换啤酒啦 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疫苗车呢 开到了校园里面鼓励青少年打 青少年不愿意打针他就到校园里面 去帮你打 可能有点赠品 然后美国的儿童也开始打 所以我看到一个美国专家说 他说现在很多人注意到就是中壮年 但他觉得儿童很重要 如果儿童没有完全接种的话 这个疫情是不会平息的 所以这些部分呢 其实回过头来又告诉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之前一直是躲在一个 岛里面袖手旁观 看到全球的例子 但是好处是我们吸取了大家的经验 所以我今天看到了 你看到美国这样的打疫苗 欧洲这样打疫苗 还有中国大陆更是 他们的疫苗也都是免费的 对 免费的 免费 筛检也是免费的 而且很方便 台湾筛检要在大太阳底下排队一个多小时 也是群聚啊 那么大陆的筛检呢 小区筛检车可以开到你小区 民众下楼可以筛检 休防在大陆所有的健康码都建立了 我们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 你知道这个讲个题外话 我这两天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 每次进去你知道重填一遍 要填我是完全赞成啦 十连制我赞成 但是每进一家庭我都得重填一遍 这个很麻烦 但这两天我听说才初步开始建立 疫情已经烧到现在 我们不是准备了一年吗 这一年这些都应该准备好啊 你有听出我语气中的怨气吗 反正唐凤也被神化了嘛 然后一年了才出来一个还没有一致标准式的一个QR Code 马上就被神化说一天出来QR Code 不是一天了一年了一年一个QR Code 全台湾还没有建立同一个规格标准 您想想看厉害吧 这个就是民进党1450完完全全就是在制造神话 明明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 台湾的各个系统 通讯系统都不能整合 都不能整合的情形下的时候 现在已经出现的 你看您刚刚提到搭捷运要实名字 那搭捷运要实名字 那我的捷运卡没有实名字 所以我必须要先上网再去实名字 这个已经多久的事啊 这一年多了 我们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您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讯息部门的唐凤 其实是什么都没做 但是呢只做了这么小小的一个QR Code 还不能普及化 不能一致化的时候 1450立刻造神 说它一天就把QR Code做起来 您就可以知道 又在制造另外一个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1450跟绿媒的 唯一生存活下来的 它的角色跟它的功能 我们台湾目前还是AZ疫苗 但是专家说呢 AZ不行啊 AZ如果混打 他们很少打AZ也修芳 对是 美国不打AZ 他们都打辉瑞跟莫德纳 他们根本不打AZ 但是他们囤了很多很多的AZ 但他们自己不打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嘛 我们台湾现在就只有AZ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很有意见 虽然专家说呢 AZ混打辉瑞可能是有效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 为了这个民众的健康着想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它疫苗也要分散风险 比如说疫苗我同时采购好几种品牌 假设这个品牌 倒不是混在一起 就是假设这个品牌 对于某种变种病毒的保护效力不好 但是我至少可能还有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人口是打别的品牌 所以我的整个群体免疫还是可以达成 但是台湾如果说只打AZ 那么AZ的副作用 再加上AZ的保护力 不知道啦 现在一切都要未知数 它对于这个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有多少 所以我强烈认为 如果说从台湾人民的健康出发的话 台湾的采购应该要多元 不应该要排斥来自中国大陆的疫苗 完全不应该排斥 而且应该要欢迎 我觉得第一个是安不安全有没有效 第二个是你买不买得到 这也很重要 它再好的疫苗 你买不到也没效 目前来讲欧洲的疫苗 美国的疫苗都买不到 以施打率排行榜来讲 目前最好的就是以色列跟英国了 这两个国家呢 现在几乎是都打完了 另外全球施打15剂 那么中国大陆 美国还有印度 大概就占了六成 一开始我们也讲到 美国囤了太多的疫苗 以此刻台湾的疫情来讲 我想很多朋友 也许听完我们这集的节目 会觉得五味杂陈 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不但让我们认识了 过去一年所谓的超前部署 怎么回事 也让大家更是认识了 美国这个朋友 不过当然了 你也没办法责怪人家 这个美国优先 这是他们国家定的一个政策 可是囤太多了 秀芳 一个人打七剂 对 囤太多了吧 美国释放出来一点吧 有钱就是任性 也不要太任性 您任性也任性了很久了 总是要有一点点良知 人类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 他还有这个良知 而这个良知是与生俱来的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的最重要的原因 美国 美国政府您一定要回来当人 因为这很重要 所以把你的疫苗释放出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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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